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玲 又是賣儀 今天只有三個人 竟然是這麼重要的日子不齊章 可以去找QB簽約 是魔女 是不是死神? 死神都要用魔法少女 那可以的 只要你願意簽約,你就是魔法少女 QB說你只要願意簽約之後,可以變成不是死神 只要你許願就OK 對呀,什麼願望都可以達成 對呀,當然她說 好了,舊婚回顧完了 自然就特別優待 不用說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套 還要說什麼 魔法少女小任阿爾 你怎麼說了名字 魔法少女小圓 這套 事先利益申報 我們待會節目內 我們應該會提出一些疑問 或者是一些 一套的手法上的問題 但並不代表 我們在座三位主持 對這套的評價是不好的 是這麼多 你自己已經申報了 你順利直接這樣說 這套在旁邊 上隔壁方面的評價是很高的 不過問題 有些細節地方 我們從哪個位置開始說起 第一集 你從頭開始 我想劇情的大路上 可以先大一大戰 就是這樣說 其實我想那個大綱 反而 不是說去到這麼複雜 一開始可能你說 有些很奇怪的畫面 他指揮第一集 什麼大戰 那些其實不理解 我猜大家都應該明白 通常都是說 知道會繞回 所以你說編開那些 其實那個發展 是比較一直線的 因為一開始 你說頭四 五、六集左右 都是用回小元 他自己的視點去提示 或者其實我會這樣看 整套東西裡面 其實它的名字是呼應的 首先 魔法少女那樣東西 頭四集 就是讓你見識 魔法少女的力量和使命 然後第二 中段部分 就是講解 魔法少女的構成 最後講的就是 魔法少女的悲劇 然後最後就是再生 我不知道再生還是什麼 大家怎麼想 我懷疑再生 不是嗎 對 而你說小元那一部分 就是小元 連結了 就是他知道 魔法少女的力量 到達知道 魔法少女的結構 到達看到這個悲劇 然後他再出一個 什麼選擇 就是成為魔法少女 你不是提到我 我絕對不同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套已經改名 魔法少女小艷 我真的說到絕對是這樣的 只要出來 是變成神出來 搞定的 這套東西 很明顯主角是小艷 很明顯康難 並不能夠這樣說 一套 近來的好劇本 會有表女兩個主角 是嗎 表當然是粉紅 你是QB 不是嗎 我被人拒絕了 不是 你這樣說 整個故事裡面 他都是以小元為重心的 小艷只不過是說什麼 在這個劇裡面 擔當的位置 是近乎說書人 即是不算QB QB是另一個說書人 應該是他知道所有的事情 對 他已經看過劇本 他已經看過劇院的所有劇本 你練了無數次的用者 所以其實在這套劇裡面 我這次唯一不能夠打敗的就是小艷 因為經歷過這麼多次這麼黑的劇本之後 小艷都能夠立不倒的話 其實你絕對相信他的精神力是一流的 其實要寫得很簡單 小艷在某一次就突然死了 就搞定了 你以為是game over 就先把他劈死了 那現在game over game over已經沒得了 所以不夠黑了 已經留了一手了 愛之戰士 有愛的你自己 有別於以往的魔法少女 以往的魔法少女 其實只不過是和敵人加加走 你可以這樣說 你發達一隻不知哪來的任兽 魔怪 那些不是特殊片 就這樣說 如果你說對比以前一般的魔法少女 以及現在的那些 最大的不同就是始終是光明一點的 可以說他本身的受衷群 不會去到 可能會比較便宜 例如說 就算說美少爺電視 有些會比較黑 例如說被敵人捉了去 那些事情 但你都會知道 總會有個蒙全面的電太郎出來救他們 你會知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亦都是無數次出現這樣的Caching 你說這一套就有些不同 即是說 由幾時有一次確立這件事 我想是第三集 即是真的告訴我 被人咬了頭 是死了 沒有得翻生 即是這件事 就是確立了這套魔法少女 是有些不同 但你不可以說他超戰開 因為真的不是超戰哀 誰說魔法少女還不記得 其實以往的魔法少女 並不是說沒有死 但死了可以翻生 不是死了可以翻生 是很輕輕的這個問題 而接著他集中的位置 是主角的 由悲哀怎樣斬起來 但一集過 都怪不怪 一集過的劇情 即是一集過的劇情 即是雖然死去的 你不會死這麼大頭的角色 OP有出那些死去的 怎可以 OP起乏很多 即是最多是很隱悔說 這傢伙狗死一生 未必有機會再去見他 當然這是為了後續 最後可以令他神奇復活 但在嚴格來說 死這件事並不是在魔法少女 沒有看過 即是這麼實在告訴你 是死了 那 告訴你這屍是怎樣死的 是真是第一次 你可以說是 當然 也有另一件事 跟以前有些不同 我覺得這個會講得更長遠 因為剛才你說這套魔法少女 跟平時的魔法少女 有什麼不同 我想都會講一講 其實這個魔法少女 系統的構造 是沒有什麼出路可言 你可以說說 簡單的系統就是魔法少女 變成魔女 以往裡面一些魔法少女 通常都是集中於敵我 那方面 而這一套魔法少女 比較集中於 就是魔法少女 即是本身 魔法少女 她自己抱著一個什麼心態也好 她的力量傳言 即是你可以當是一個 魔法少女公式閘 這套當然是虛淵式的公式閘 你可以這樣去看 反而你說 這個是唯一 令到這套東西 跟原本我們看的魔法少女不同 因為原本的魔法少女 就算 你不相信 阿羅夏究竟她的Slybuck 為何可以有這麼大的魔力 你不會去解釋這件事 即是告訴你 她是好天才 是這麼多 天才都有解釋 還有 以前那些魔法少女 你不會有時間限制 即是你做魔法少女之後 你一輩子也是 又或者你就算不是的時候 都不會電劇 但是這一套 很明顯告訴你 你那顆靈魂慢慢變黑的時候 你便會電劇 即是 以往的魔法少女是職業 你只可以說是 我覺得是她用跑的設定 你可以這樣說 以前魔法少女 絕對不合理 純粹可能是把一些黑暗面 她淡化不提 但這套的東西 她就是 刻意拿出來 刻意拿出來 而且是成為了設定的一部份 劇情的一部份 所以你的感覺上 你看出來 很明顯是不同的 兩種魔法少女是不同的 但是兩套東西 其實都說得通 這個我想 是最大的特色之一 或者有些感覺 她將過去一些 基本 人們應該會看完 會想的東西 但沒有說出來的 都是她做出來的 當然 我覺得在基礎上 都加了少許 因為始終你說 趕快開笑 其實有很多 設定上的東西 我想都不是完全相同 有些分別 但是你可以說 這套是比較現實的 我一句到尾 就說真的會死 以前來說 即使你說 結契約 可能跟魔法爬 簽紙文 不過她只是推出 QB 實體化了 我覺得 應該這樣看 其實她集中了 在契約方面 就是 以往我們看魔法少女 契約方面 利益最大得益者 是魔法少女 而這個契約 利益最大得益者 是QB 兩個有些不同 應該說 以往的魔法少女的契約 一向都是不公平的 因為所得和失去的 或者輸送方面 兩者是不平衡的 而虛淵只是突出了這一點 但是 利益得益者 不是魔法少女 而是簽契約那個人 不是 是被契約少女簽那個人 那你應該這樣說 虛淵她寫這個 是維持著一個微妙平衡的 就是 你很老實說 魔法少女得到希望 是你有得過希望 所以最後一個結局就絕望 這個是平衡的 但是你說過往一些 魔法少女 其實 我想這個比較普遍 其實是淫秀 淫秀有這樣的東西出來 給她願望你 是 之後沒有什麼存在價值的 你想想 拉羅俠第一季那隻 有什麼存在價值 之後 有的 都有一些防禦魔法出現 就算你說 英小英 他旁邊套租 不是的 人家最有得騎 最後 升爆才有得騎 之後沒有的 你不要看拉羅俠二三季那隻 已經不存在 鬼隱 直接 剛剛保險奔奠完 千萬他就走了 選了學 所以可以這樣說 他出來的洞 好像一看到這個人獸 一看到這個魔法少女 魔法少女身邊 都有一隻人 但其實每一個角色 他本身都是有他的角色 有他的氣氛存在 即是同一個系統 是照顧的 這件事真的有些不同 你可以說是嚴密一點 但我覺得這套東西 是排過重新設定過去的 在這個契約的設定裏面 他再追加了契約裏面的內容 其實在這個契約裏面 前置上 其實是一式一樣的 就算你現在對比 跟任何魔法少女的設定 是一模一樣的 他在這個設定的基礎上 再加多一重 正所謂那些簽譯的附加條款 我都說 我都說 這套東西是有附件的 很小的 看不到那些 沒時間看給他 去到這一節 去到這裏先 我們下一節繼續 去到這一節 去到這裏先 我們下一節繼續 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補商 我想最集中 我想要先說QB的問題 首先就是 作為這隻 出色的保險從業員 魔法少女是由她誕生的 她才是主角 是不是由她誕生 不知道 其實如果設定裏面說 她是代表一個意志 或者一個族群 去來到地球 去簽約 而她簽約的目的 就是為了阻止 很偉大的人 為了阻止宇宙的滅亡 不拯救這個宇宙 製造一個能量圓 出來 多好聽 其實她說的 也不懂 也是她說的 記住 單方面的說詞 沒有第三方的助證 是她說的 你先說吧 也沒辦法 你有沒有再說 其實你看到 QB 其實是 她不停在說 她們的種族 沒有所謂的情感 她說的 這件事 她說的 我們一定以她說為基準 她說她是沒有情感 還有 各個制定裏面 她是一個 以理性 斬去所有情感 絕對理性的生命 她是一個 對於有情感的生物 她覺得她是有病的 所以她一定是有情感 這不是正常的 因為她 就等於你對著 情色 你覺得她沒有感情一樣 其實一樣 現在的兄弟說 毛口很聞 毛口和沒有感情 是兩件事 真的兩件事 他由開頭 契約的內容就是 可以實現魔法少女的一個願望 開頭的情況就是 無論任何的願望 都可以實現 當然這個是涉及最終願望的問題 結構上就是 超弱的那一刻 任何東西都是由QB 這個系統去操控 就是最後能夠達成抽取願望 然後接著賦予那個願望的實現 我有一個最大一個疑問 就是 既然 願望的力量能夠這麼大的話 而去到最終 我們看到小元的結果 是能夠顛覆宇宙的力量 那其實是不是願望的力量 是大過所謂的絕望的力量呢 這樣說 其實 我對於QB的那一番話 即是任何願望都可以達成 那一刻我又保留 即不是說他這句話說錯 因為我自己覺得QB 是不說謊的 他永遠只是說話的機構 他說些不說些 同樣這句話 其實我都是不斷疑惑 就是你說什麼願望的達成 是否有後加條件 即是否說 例如說你有那個決心 你有那個能力 因為我很記得 最後一集 小元說定契約的時候 QB說過 以你小元你這個 可以牽涉到這麼多恩果的個體 什麼願望都一定可以達成 即是說如果反過來另一個人的話 其實可能的願望是達成不到的 即是可能是說 需要那個恩果關係 牽涉到多少 那就可以達成不同程度的願望 如果變成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平衡來的 因為如果不是很簡單 你就隨便找個少女 你幫我一個忙 你幫我創造多少少兵的能量出來 那就搞定整個問題 根本就不需要那些少女 但正正因為應該是做不到這一點 所以他才會找個少女 去透過那些少女和魔女 是最強勁出來的 即應該是這樣說 就先說得通 當然你可以說 他劇情也沒有說 我講流這句 QB也沒有寫聲 跟你說我講流這句 但是十三集變這樣說 我就會有這樣的推理 那我又可以這樣看 他真的除了第一局 小元他的願望 就是要殺死過去 現在未來所有的魔女 即是說如果就算以雪靈來講 他決完之後 這個願望太大了 他承受不了 他會變魔女 但這個魔女都會被他殺死的 即是他已經整個卻都是間線以外 即是就算他變了魔女 他都被自己殺死的話 即是他這個魔女不存在 這個他自身的力量 我之後可以再解讀 但問題是 你說他沒有變魔女 可能他會變魔女 但問題是他都會被自己殺死 即是他 我現在講的是願望的質量力量 以及絕望的力量 因為QB其實是希望 由絕望的力量 產生出來 是修補這個宇宙的 不知道什麼鬼 我忘記了他講什麼 總之是很深奧的理論 總之就是要拯救這個宇宙 最簡單的就是 要靠這種力量去拯救這個宇宙 要拯救他自己 所以李鷹其實我這樣理解是 真的有限的 不是說要多少的有多少 就是要看那個人 究竟他影響到多少因果 那類的東西 那是小元才有這麼特意的 就是這麼特意的個體 其他其實都不會有 所以他有復習的正常 當然就是 這個就是 其實QB是不是真的 完全理性 這個問題 就是在他的口中 他是不是真的 一種完全理性的生物 其實很明顯不是的 我也是覺得 例如呢 例如如果他真的 這麼有理性 就是說他說他是沒有情感的 當然他就可以用人類情感去思考 慫恿魔法鴻 就是熊兒 然後去救青蛙 然後讓他累死他自己 我覺得純粹這個是他一個手段 其實不需要你不理解情感 你應該是說 你應該是說 應該是他想得這個辦法 應該是很熟悉人類情感的運作 你應該這麼說 你說你應該知道 人類他在這些情況下怎麼做 你會知道 但不等於你會理解的 即是等於 我和你下棋 我知道你下一步 會是怎麼走 為什麼 因為你通常都是這樣走 但我可能不知道你為什麼會這樣走 我怎麼知道你那個慣性 就是經驗發生 所以是經驗 你想想QB在那裡多少年 喂大哥 埃及妖後也是魔法少女來的 你就知道他會不會是人類幾年 有一個問題 埃及妖後那時候結契的QB 是不是那個QB 以QB吃QB的法則 其實他真的有先知民益 你可以說他真的生命有限 但他會承繼 100%承繼他所有的經驗 以及他的生效 應該像是中端機 有點長門感覺 其實他只是一個發生 即是他講到他們的種族 是一班理性生命題 就是為了拯救這個世界 或者深厚 人家宇宙 人家宇宙是不是世界那麼少 真是 都是慘了 視乎這件事就是 其實如果說理性這件事 就是牽涉究竟QB這個種族 有沒有道德觀 你現在問他們的道德 究竟是不是跟我們人類道德 是不是不一樣 都可以這樣說 我們人類道德判斷的 他們當然沒有道德 但他們道德不一樣 最起碼在我們現在的電影中 就是他們不是用一個人類的道德觀去思考 而他們的思考方式 其實是一種叫做什麼 在我們現在人類社會 唯一可以解釋就是什麼 功利主義 他都說過 殺你們一個人類 就救了一整個月 就救了一整個月 很划算 這個就好像學術理論的書 就是經常講過 有一個例子的就是 如果一個城鎮裡面 全部人都是幸福生活 而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是要承受所有人的痛苦 在道德層面上來說 你犧牲這個人 要他受無盡的痛苦 而獲得全世界人的幸福 功利主義上來說 學你 犧牲一個人 但我其他人全部都很開心 但在道德主義上 在人類來說 這件事 最起碼我會知道 一件事就是 QB他們的道德觀 並不是我們人類的道德觀 所以我們不能夠用人類的道德觀去看它 或者我反過來說 其實我經常都用這個例子去想 例如說你可能玩一隻 我當你是戰鬥遊戲就好 奧本書也好 你玩一隻戰鬥遊戲 你有十萬兵 如果你犧牲一萬兵 打贏那場仰 你一定會犧牲的 即是那個觀點一樣 你不當他一萬兵是人 不是 對不起 但你作為一個將軍 你作為一個 可能 特別是 再現實一點 你作為一個援家 這班人在你面前 是沒有感情的 是死的 你就有他死 打贏就行了 即是同樣也是 QB的情況有點不同 就是 反過來是他沒有感情 他還要面對這個面 有十萬個生命體 犧牲一萬個生命體 走的 回復是宇宙 那當然夠了 即是以我們認知的理性裏面 減數 對 減數 沒問題 對他來說 可能看的人覺得 這傢伙簡直是卑鄙無恥到 沒有人有 對 真的沒有人有 因為他不是人 如果他真的這樣想 我覺得沒問題 但閉嘴閉嘴 但第十集之後 他說 人類 即是小片變魔女 他說 這些人類的事 不關我們的事 即是他最終的目的 並不是抱著 犧牲少數 請過多數人類 而是幫他們自己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試過一件事情 QB曾經在中段裡說過 因為你們人類 都好像一些 所謂的科幻 未開發民族 未開發民族 屬於一些 我們現在只能說 當你們衝出這個宇宙 和我們指標的時候 你們似乎我們這個 平等的狀態 到時我們就會交棒 這件事 他說的 他說交棒 你知不知道美國 去非洲 經常都說 你們這些 落後民族 我們拿去石油 為你們好 等你經濟好 等你充足非洲 去世界的時候 石油 給你們 說笑而已 自己說的 例如美國 人家的國家開石油 說為你們好 實在多於 不是這麼開就數的事 即是 QB過來說 我們為你們人類好 幫你們這麼多 但其實最後 可能最後的垃圾 都是幫自己 不要說 對的 對的 沒問題 沒問題 他拿東西資源 你可以說他拿東西資源 我不管他自己用也好 幫世界也好 總之他拿這個 我想有馬意想說的 就是 所謂的理性 你只是以個人出發 還是以主觀出發 還是客觀出發 那個理性 因為剛才如果你說 QB那種 他是主觀理性 這個東西 對我有益處 我當然是做的 我沒有道德尋 我真的沒有你們人類的道德可言 那我當然是照做的 應該說 就算人類有道德 人類都會這樣做 即是部份人類 你可以說的 那些人沒有道德 不涉及道德 QB說話 就是 他們沒有感情 對的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由你去出發 當然你不知道 會不會說 當有個種族 開始壓襲QB的民族 當時 他們會用回這套力 我頂你們那塊 就是 我不知道會不會這樣 但是 現時為止 我們在這個設定官裏 叫做一個高科技的民族 即是高科技到沒有朋友 已經是 暫於這個宇宙的頂點 知道這個宇宙的一切運作 他們這樣想 你沒得爭 因為沒有這個情況 沒有這個案子出現 我們不能夠去說 由我簡單說 因為你始終的視點 就是擺在人類身上 那隻人手 永遠都是外來者 所以你永遠都會覺得 他是非常之不講理 非常之不合理 但問題是 他的理論 其實可能是 很合乎他的理性 只是不合乎你的感性 回到第11集 他都會說 好像剛才有賣的 說 那產生了最大的魔女 與我無關 那你就走吧 我拿走 這個宇宙這麼大 即是說 是一個危機 我照用 好像核能量 我知道是有危機 但是 對我公用大 那我當然是照用 障下的電廠 沒有了洩漏 那怎麼辦 放下不來 放下不來 放下不去 我們已經有個現實好卡的例子 就算歷史上 都有我們 我們人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 然後繼續起 我就說 有道德 有良知的人 都會這樣做 何況這些外星生物 所以你剛才說 QB沒有道德良知 可能他有 可能跟別人一樣 理性 有救出性 那我覺得這句話 你反過來說 你沒有實際的證明 證明他有道德良知 而是只是 你見到QB有些事情 做的方式 跟別人一樣 你就說他有道德良知 是兩樣東西 就是兩樣東西 沒有立足點 沒有立足點 你應該說 如果他真的有道德良知 你應該找一些事例出來 告訴我們 他有道德良知 我真的看不到他有什麼良知可言 你不是這樣認同一個 是有良知 我要同身認識你 我真的 QB的良知 人類的良知 是兩樣東西 我真的理解不了這個 有什麼良知 萬一我真的被人咬我頭 他就當沒事 快點這樣 對 他拯救一個 就快死了 那是有良知 而你這件事 其實叫做什麼呢 虛遠也都可以說 反之就是 我們對動物 老實說 你吃豬吃牛 吃豬吃牛 吃豬吃牛 都被人湯的 你會不會有感覺 可能你看著會有感覺 但是 你可以說 QB是看著它 都可以沒有感覺 其實應該說 是很真實的 因為人類一般來說 你不會看著它 你不會去想 你當然知道 殺牛那一刻很慘 如果你看看那些 君子遠爆炒 你看看那些 記錄片 你說殺牛很殘忍 但問題是你不會去看 你不會想去理這件事 你會去埋沒了你的良知 當然 不是說你吃東西 就很無良知 但問題是說 人體呢 其實是跟QB有些相似的 那個情況 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說 不應該做 不應該什麼 其實是以人的立場出發 但是當那樣物件 不是人 或者是 我們稱之外 我們都有什麼叫低等生物 什麼叫高等生物 的心口 其實 上一層就是 在這個生物上面 可能都有一個比你更加高的層次 只不過 現在只是 剛剛出現了 他用你們人類 作為這個能源 這就是 成年頂點 就是循環 可能還有一個頂點 QB 不過還未出現 或者利用他們 他們不知道 這是一個循環系統 所以 你不可以說QB有錯 因為 人類都是在做同樣的事 很多時候都是說 你只不過是說 你見不到 因為 你以人類的道德觀點去說 就是 因為 你用同一個物種 你用同一個物種 就是吃人 你會覺得不對 但是 你套回來說 人都是一堆肉 就是一堆有機物 就是一堆有機物 就是一堆 有眼有口 有意有鼻有腦 心物都有 心物都有 廣東人說 四腳朝天的都可以吃 當然人都是 你正常不會吃小瘋狂 我覺得 你起床那一刻 QB也提出了很多力量 就好像 他也說的 靈魂那件事 你們一向都不知道靈魂的存在 現在 你們都觸摸不到 而且 叫做什麼呢 他也說 如果給你們機會 可以保護靈魂 不是更加好嗎 因為 風學沒有靈魂證明 第一是 證明會讓人看靈魂是這個人 有多少黑蟲 那麼大塊 就行了 等於什麼 其實你會知道 你沒有了腦 你會死 你會 任何意識上 保護自己的頭 你會先保護自己的頭 即 他的立論就是 用這個 其實很理性的 這個理論套回到另一個事件裏 就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說 如果這樣的話 作為一個最大的經驗 你們這麼脆弱的話 我應該將他們所有東西 所有五官的感覺 全部抽離了 這樣就可以獲得最大的戰鬥能力 這樣很合理 不死戰時也是這樣 對 真的 很合理 其實 區體一千個有一千個 你再換也可以 但靈魂沒有了 一個就沒有了 即是等於 現在你說回到人類社會 我們會換器官 即是如果有病的時候 可能要去換一些器官 去救自己 但腦不能換 你換了就是另一個人 即是 他的個案都是一樣 靈魂 靈魂沒有得換 你換了靈魂就不是那個東西 即是他裏面的立論就是 靈魂 才是儲存一個人的所有東西的核心 其實腦都可以換 在QB的立論裏面 即是他們技術很先進 腦都可以換 即是一樣道理 其實是 沒有分別的 其實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整件事是 合理到非常 我們看看ACG的作品才會覺得很合理 當然有些人可能覺得不合理 那你無緣無故 老實說 你一顯示到靈魂 有些不信的人就會覺得不合理 但我反過來說 這個作品 即是他這樣設定 你沒得罵他 人家設定的東西 他設定 他趕了算 你很難說罵他 即是說靈魂 我想不是這幾年的事 歷代歷年都有人在爭 不能爭 所以我想如果你說捉這件事 說的話 是純粹理心對 因為其實你說是小緣 他的不滿 我覺得並不是說 把靈魂這個立體法 即是說 首先第一件事 QB沒有說清楚 原來是抽靈魂出來 原來是 原來沒有清楚 他是故意不說 是的 你可以說 他一向都故意不說 他一向都故意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好像創造了一個弱點給你 創造一個限制給你 不是 靈魂這個弱點 即是你平時戰鬥 即是他不抽出來 你被人打爆的頭 你咬全頭 都會有事的 但問題是他 人家戰鬥的時候 是不基於你的頭 被人咬了 大佬 你是不是參軍的時候 然後你的軍公問 你是不是要你頭會爆 不是真的 那些大頭盔 又要威人大頭盔 要這樣解 反過來說 如果有魔小女的情況 被人咬了 應該是沒事的 麻美之所以死去 是因為他的靈靈 是在頭上 所以他被人咬了 所以他被人咬了 就玩完了 那意思 等你知道靈靈這麼醉 你會找那個報警師 鎖起他 先放在旁邊 不要離開 你很記得那一幕 第三次被人咬頭 那一幕 其中一幕最後 就是看到破碎的靈靈 和單血在那裡 那一幕其實 是回應那個問題 不是真的咬完 頭可能就死 整張小病人都爆了 而且他那個憤怒 那件事 另外就是 因為麻美學者 擺在頭上 如果你被麻美學者 知道這件事的話 他可能好像你這樣 真的鎖到八萬 即他們不滿這件事 即是說 既然你創了出來 即就算他們知道 這些很超負上理的內容 可能可以接受 如果你事前跟他們說的話 他們或者有機會 會接受到 但事後說 就算你這件事 多麼合理 多麼符合邏輯 多麼符合經濟合益 對他們來說,對人類來說,都是一件,你現在壓住了我,無論善意還是惡意 還有,反過來講,我覺得這個,你改造完就有點像日五次日的這種感覺 你沒有什麼人的實體,當然,你說沒有人會試過,靈魂被人抽出來的感覺 但是,我當你說舉一套金剛浪的例子,他被人改造之後,他都接受不了,一下子 就是講感覺而已,他都是人來的,問題他只是改多幾個爪勢而已 其實,你可以這樣說,在QB的立論裏面,當你們接受了這種力量,你們已經是非人了 你們已經接受了非人的力量,怎能夠當你是人呢 其實,只不過多一個程序,抽了你的靈魂出來,而這件事在觀眾裏面突顯了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不再是人類,但是,在他們接受這種力量,老實說 就是,任何在我們眼中,有非人力量的人,都可能你覺得他都不是人來的 其實,他是不是一些什麼偶星生物來的,其實 嗯,偶星生物這件事,怎麼說呢 其實,人,因為他們覺得他是人,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的外表,也好,他們日常生活都是一個接比的人類 但問題是,他們本質上靈魂抽了出來,已經不是人類,所以他們才會… 老實說,QB也講了問題,你們一向都感受不到靈魂這件事 而且,在你們科學裡面,你們都不承認靈魂這件事 那現在只不過,多一個職物是什麼,有什麼所謂呢 如果他們一開始改了魔法少女,改了一隻怪物的樣子 那他們就知道自己不是人,很肯定、堅決 但問題就是,他們外表是人,行事、日常生活都是要吃飯 都是同樣,但問題的靈魂抽出來,就跟人不一樣 這個才是令他們矛盾和困惑,或者他們不舒服的地方就是… 不是,因為事後說而已,其實一早就已經是非人了 他們不會意識到的,魔法少女… 現在只不過是突顯這個問題,我不是說是… 一向去做,魔法少女… 不敢這麼說,因為小元當年,看《光華霞》都覺得很好看 是啊,他自己做就不是說完事,你不明白嗎 壓住這樣,背水… 做那麼久,魔法少女就是力度東映,光珠美少女做那麼久 你不可以這樣說,現在是小元,首先裡面沒有做過一套叫光珠美少女的事 你不要拿這些來講 歷史代那麼多代魔法少女的作品 我們都覺得她是一個人類,沒有人類的 你沒有聲音的,有聲音的 有聲音的 有聲音的 我這樣說,有馬爾想強調的東西 我想是從本身這個劇本寫出來,想給觀眾看那個感覺 因為真的歷史代美少電視,魔法少女系列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那個女主角,成為魔法少女,她覺得沒什麼不妥的 所以很正常,這套應該都是沒什麼人類的 你什麼時候被Sailer搬是外星人,她都是人類嗎 她是外星人來的 她是外星人來的 她是 對不起,我忘了 這個 這個 你死下 這個 這個 你沒有說別人的名字 人家居住地是月亮的 但是你說,潘返岸小元的問題就是,她不是單止是她本身給你的感覺問題 而是,她真的在那個設定上已經不像一個人類 這個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想這個其實也是虛妍本身的設定其中一個特點來的 在那一下,QB其實是某程度上她是想反抗她之後 哇,你這樣是很糟糕的 在她的理性來說,這個也看到她的理性 她的理性真是說,會影響這個世界 或者涉及她的民族的利益 她又說,哇,你不要她的這樣的意義 當然,我不理解的事情,QB為什麼不收債 可能她是控制不了的 沒關係 就是,這件事是,布基這樣下去是怎樣的 你瘋狂,她也沒有反應 你見到美少爽結界的時候,是手要伸過去 她的耳朵要伸進去,是不是 她的耳朵要伸進去,是不是 手不手意願意的東西 不知道是觸手還是什麼 是儀式的問題,你不讓她Q給她嫉妒的 你不讓她Q給她嫉妒的 我可以說,好像無外所說的 因為她之前說過,她們不理解這種力量 首先就是,她們不理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力量 但其實,我想你說Q給她們做這個系統出來的時候 能夠得到許願的力量,我覺得是額外產品 她們都不知道,因為其實這個願望的力量 似乎是她們都控制不了的 似乎是,在劇情上 她們只不過說,我做了一件事出來 她們可以產生絕望的力量 但… 簡單來說,是人類專用 但其實她是用不到的 如果她用不到她,她未必一定可以理解完 我能不能停止這個問題 如果你說,我根本不知道能不能停止她 其實,最終可能是小爺繼續溫下去的願望 其實也是正常的 當然你可以看到,QB是很為難的樣子 雖然她也是笑著的樣子 但她是很為難的 那感覺 嘩,這樣很糟糕 你不要亂搞事 那… 那他之前都沒有想過小爺 一個這樣的楚楚可憐小女孩 會有這樣爆發的願望 我估計她也是被人嚇了跳 你說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其實是奇怪,始終就是當他們第一次使用這種系統的時候,他們知道就是預望的力量是不知道什麼來的,其實如果假設真的理性地說,他們真的說宇宙要上先,我首先當他們這件事先,其實對宇宙是有影響的,因為你是無中生有,在這個宇宙的法則裡面, QB在最後都說,你是干擾了這個宇宙的法則,但是其實這個願望的力量,其實是干擾了這個宇宙的一切法則,你是無中生有的。 我知你的意思是,就算再少的願望,其實都是干擾了宇宙的法則。 而他們想修補宇宙的力量,其實是有多少問題的。 這樣說吧,就是說修補,其實是改變多少的,就好像你說,我… 我,經濟效益? 對,拿回核電廠的問題,其實核電廠的問題就是,你有發到電,可能有一點少的影響,但是影響可能不多,那些人就會沒事。 明白。 可以解讀。 真的爆的時候就出事了嗎? 所以害怕小元爆開了,就出事了。 對,爆這樣爆,那大家就這樣了。 喔,控制不了了,QB,只是笑著看她的。 因為,就是小元的地體來的嘛,你從來沒有試過有一個可以擁有這麼多恩果關係,連繫著一身的一個少女。 所以其實,QB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我覺得反而都合理的。 即是,他都沒有想過你這個願望又可以達成得到這個東西。 應該說,他都沒有想過有一個人會有時間能力的。 因為那個能力是根據魔法少女的特性而產生的嘛。 可能真的歷史上都沒有一個時間之魔女出現,的確是。 也有機會的。 但其實呢… 有機會出現過,可能死了。 其實如果因果那樣東西,其實並不是說只是纏繞在小元身上的。 其實是在這個故事裡面,所有魔法少女都有纏繞到的,其實是。 因為他們每次的死法,其實他們的力量都有所增強到的。 應該是的。 但最主要為什麼是說小元呢? 是因為… 核心。 是的,康姆南每一次許願都是因為小元嘛。 他要拯救小元嘛。 即這個是他那個核心的願望之一來的。 所以因果圍繞著小元的原因是這個。 好咯。 而你說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禮物呢? 就是因為其實小燕每一次回到過去之後,其實因果的力量都會影響到他的。 其實他… 升級而已。 他的力量都… 而… 有一點就是什麼呢? 他始終就是他打不贏。 魔女之爺的魔女。 因為魔女之爺的都是纏繞了因果。 如果只是單純纏繞在小元身上的話, 只要小燕幾次的話,他已經可以打贏最後魔女了。 所以如果以這個立論來講,理論上是所有人… 即所有的人都纏繞了因果身上。 因為… 雖然你說他這個原因是為了小元, 但是… 直接影響之下是整個世界的,全世界的人有所影響的嘛。 所以就看看他怎麼… 定義那個因果啦。 不過其實老實說,定義那個因果那樣東西,我覺得… 他算了算的。 即是我認同你說的那樣東西, 即是你說英國是回調效應的那樣東西, 沒錯。 即是根本就是軒年神港的, 但… 可能軒年最多就會是小元, 這樣說吧。 因為是因為他核心而發展的。 對啦, 去到這一節, 去到這裡先啦, 我們下次繼續。 去到這一節, 去到這裡先啦, 我們下次繼續。 去到這一節, 去到這裡先啦, 我們下次繼續。 去到這一節, 去到這裡先啦。 回到第三節的動脈無雙, 我們繼續這個魔法… QB無雙呀。 不是啦, QB的問題已經涉及完了, 其實當然要講其他角色的啦。 對啦, 我們… 不是, 我們一向說話的次序都是先講主角的嘛, 我們已經好比面去啦, 我們已經代了QB是主角啦, 對嗎? 真的嗎? 加藤英美你呀, 你有讚啦。 什麼我有讚啊? 什麼我有讚啊? 你怎麼來得出這個立論的呢? 你傻了啦, 有嗎? 那, 跟著想說, 五位魔法少女, 哪位先啦? 魔法戰隊? 對啦, 真是… 當然不要發紅先啦, 主角啦。 嗯, 一個粉紅來的, 就是小緣啦, 選這個。 其實一開始我正在想, 最後虛緣會不會打我們一波, 原來小緣其實最後沒有變身。 蛤? 這麼糟糕? 那, 沒有的,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很平凡的少女來的, 如果小緣來講的話, 就… 小緣是一個很平凡的, 其實應該說有寫到少許成長的, 因為成長就是她跟她母親的關係, 即是她媽媽很堅強的, 她一直以來都憧憬她媽媽的, 到最後她那個… 面對她媽媽的時候, 她決意要出去那一刻, 其實是看到她成長, 因為應該說啦, 我不知道, 不要忘記第二幾週目, 因為動畫做了四、五週目, 其實可能這個三、四次我們都不知道, 但你說如果在動畫呈現那一週目來計, 那個小緣是非常之愉弱的, 是非常之耐弱的, 即是這個角色, 基本上你說頭幾集給我的感覺都不好, 即是這麼鬼死堵底呀, 這麼鬼死怕事呀, 怎樣做主角呢? 但正常來說, 你現在普通人家見, 大家見到這樣的事, 你堵底呀, 怕會正常那一回事, 就說了, 生涯界又不是這樣的, 即是, 起碼給你這樣, 當然啦, 她是曉黑, 即是她自己很負面一點, 但是, 至少要是陽光先, 對不對? 即是感覺比你更不同, 那性格問題, 我想這些是, 但是, 你不能說小緣是這樣的性格, 但是, 我也不知道, 其實其他週目也是這樣, 之前看的那些小緣, 好像不是這樣的, 因為她那時候已經成為了魔法少女, 你看到那個週目那時候, 我有Pistar記, 我超強的, 可視魔法少女我超強的, 那時候是, 即是她現在想吃一件蛋糕, 那樣, 對呀, 我真的不知道, 一週目那時候, 不知道, 其他週目你不知道, 為何會成為魔法少女, 不重要, 但是這件事, 只不過是我們看到其他週目, 而, 為何你可以說, 連帶就是, 為何小緣會對小緣這麼焦急呢, 就是因為, 搞錯, 我明明對每個週目的小緣都不是這樣的, 為何這個週目要搞到這樣的, 攻略不同的角色, 攻略一次幾次, 很好玩的, 攻略受加密要平衡的, 你攻得越勁, 他越受的, 難怪最後, 你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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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講功手, 難怪變成這樣的樣子, 真的, 所以, 反而你說, 最關鍵, 其實真的都是最後兩集, 小緣, 我想, 真的像一個, 是, 作一個視點角色, 他是站在那裏, 作一個視點, 去看視, 當然, 後半部, 其實基本上, 那個視點已經轉移了, 荷姆蘭一身上, 但是, 前半部, 基本上, 你都是看著小緣, 如何去, 衝敬她的魔法少女, 的身外, 然後突然, 突然, 或者被咬了頭, 那些東西, 然後, 看著她, 很有生涯, 如何由, 變成魔法少女, 認識到很多, 一些殘酷的設定, 殘酷的規則, 最後有悲劇, 我想她, 又起又跌又起又跌, 她所經歷的事情, 但是, 無論, 經歷了多少風雨, 多少起跌都好, 她最終都肯, 下定決心, 為了一個, 其實她都不知道, 暫於她的立場, 她不會知道, 康姆勒為了她做很多事情, 她只會知道, 你應該是為了我做這麼多事情, 但我理解不到, 我永遠都體驗不到, 因為體驗過的, 就不是這個世界的我, 但她依然都肯為這件事去付出, 這個成長是很顯著, 可以看到的, 亦可以說, 她一開始描寫得, 小型這麼軟弱, 其實都是為了去鋪牌最後這一段, 寫出來的, 而你也可以說, 小元, 她都是說回之前QB的, 小元, 變成魔法射女, 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而她在這個必然的結果之下, 她在這個時間裡面, 會消失, 某種意義上叫消失, 死和性格, 都是同樣的, 都是消失了, 其實是, 只不過是, 存在在人的記憶那裡, 那個差異, 你可以說是, 都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其實都是立足到的, 最終的結果, 都是沒有改變到的, 其實是, 當然, 你說, 提到最後一兩集, 小元, 那些願望的東西, 這個其實是最重要的, 而我有一個解讀的, 那我就, 當然大家可以, 你要說, 你那個先, 我聽不明白, 其實, 如果以浮士德, 或者她說的, 所以, 我用西方的奇幻, 或者魔學, 來講這個設定, 其實, 小元, 某程度上來講, 這個世界, 是生命之樹的最大, 最大一個生命之樹, 其實是一個物質界來的, 其實是一個, 然後小元, 她的願望, 就是她的願望, 是一個概念, 她不是要實現一些, 某些物質化的東西, 而是她要實現, 我要將這個規則, 取代了某一個規則, 而規則, 其實, 以生命之樹的理論, 一再上一層的話, 就是, 一些, 原因性的東西, 或者, 規則上的東西, 是無形的, 是一些無形的, 我們可能覺得理所當然, 大概是無形的東西, 就是一些, 貌引力的東西, 就是一些, 就是上一層, 定下來的化身, 而某程度上, 小元, 是成為了, 因為願望這個力量, 將上層的某一層, 醫療規矩的力量, 就踢了下去下一層, 其實, 全部都有高下位, 你可以說, 就是不變了, 你拿了一些東西之後, 要放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 上面那些人下來, 就變成魔獸了, 我想說尋獸, 挺有道理的, 這麼說, 當然, 你不可以測試一件事, 究竟那個願望, 是不是真的大到, 可以踢了那條人來, 現在只可以告訴你, 他真的踢了他下來, 所以我之前就說, 他真的那個願望, 是真的大到, 可以踢那條人下來, 那我這樣說, 就是, 剛才那些, 我沒有看過, 所以我不懂的, 但是聽這樣說, 其實合理的地方, 就是有合理的地方, 還有我自己的觀點, 也有些相似的, 就是說, 與其說, 這是一個願望, 因為, 我看到很多人都自出, 就說, 為什麼要神化了這個小權, 其實我覺得, 不是叫神化, 純粹是, 小權他這個願望, 是涉及到, 改變宇宙法則, 就是, 其中之一就是, 魔法少女一定要變成魔女, 那他現在改變了, 魔法少女變成魔女, 之後一定會馬上死, 之後, 魔法少女不會變成魔女, 而魔法少女去到生命的盡頭, 就會自摺死亡, 它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發生, 而, 你說呢, 為什麼, 那些人會judge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小炎會記得, 這個我覺得沒得說, 這個是有得說的, 是嗎? 有得說的, 因為其實呢, 在卡巴拉之樹裡面, 還有第十一個圈圈, 是DEEP來的, 所謂隱藏的智慧, 時間是包含在那個圈圈裡面的, 所以當小炎是中時空的力量的話, 其實他是代表, 他是屬於這個, 應該說, 他也是被人來的, 你可以當他, 即是他現在是屬於這個範疇的, 我一定會judge到你了, 為什麼小炎的弟弟有多少? 蛤? 為什麼小炎的弟弟有多少? 他不是記得他了, 他記得, 康夢拿這個, 他記得小炎的名字, 小炎的名字, 為什麼會記得呢? 因為是英國的關係, 對不對? OK, 這件事我回來想, 再解釋給你聽這個, 是的, 所以這樣說, 你說跳回去, 講小炎這件事, 我覺得他的願望大到, 變成一個範疾, 所以你可不可以說他神話? 我想應該是, 虛圓也好,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監督, 我突然忘記了這個名字, 身房, 是的,身房也好, 他表達的手法, 是用這種手法呈現出來, 就是把一個, 好像女神化了的小炎, 擺在眼前, 然後把這些魔女, 全部, 臨死的魔法少女, 全部殺死, 那類的東西, 其實, 我想這個可能會形象化, 純粹只是說, 如果你現實一點看, 這個只是一個法則, 當這個願望達成了之後, 整個世界跟以前的歷史, 現在的法則都改變了, 所以其實, 小炎為何我升格了呢, 是因為他已經不是作為一個人類存在, 概念存在, 是的, 他概念存在, 是一個改變了一個法則, 一個規律, 所以你說神話, 我覺得, 他不可以說神, 因為他不是真的說, 什麼都做得到, 他純粹只是改變了這件事, 其他事他應該是已經做不到的了, 他無力去干涉其他事, 如果他有力去干涉其他事的話, 就不會有最後一幕出現了, 或者說什麼, 我想去很多願望, 這個已經是龍珠那時候的理律來了, 如果我跟神龍說, 我想要多三個願望, 那是阿拉丁時代的事來的, 三個願望, 下了三個願望, 又是你這句有道理, 你也很貪心啊, 沒有的, 你說那是願望而已, 什麼願望都可以的, 那三個願望都沒有所謂的, 不過如果, 你說說回你一開始的QV, 那個問題就是, 如果願望和你本身的恩的關係, 本身是對大的, 就算小元身上牽涉到多少恩關係都好, 都應該有一招, 即是有一個限度的, 當然可以去一個願望, 我要很多願望, 但許多幾個可能都是不夠用的, 都有機會, 當然, 他沒有那麼去的願望, 因為這些是不的願望, 這些是不能夠存在的願望, 即是你太貪心無焉了, 即是不行, 這些軟來, 貪心的孩子會受罰的, 所以軟來這些, 你說好像剛才說的, 小朋友, 即是小朋友, 為何會記得我呢? 我會覺得, 差點說他這些, 我覺得, 可能是他軟沒想到的, 我覺得不用的, 這些成的原作效果而已, 我覺得不用解釋, 就算老實說, 他如果不寫這張畫出來, 其實也沒什麼東西, 他寫這張畫出來, 好像給你一個氣氛, 其實我覺得, 不是什麼大問題, 就不管了, 沒什麼所謂, 記得就記得, 隨便記得, 隨便那麼多次, 記得就記得, 你說那個問題就是小源, 即是他應該是成為了一個, 因為其實某程度, 就算他成為法則都好, 即是有一個問題, 其他魔法少女的概念, 他自己呢? 即是他成為了法則, 即是他在法則之外, 他也是魔法少女的概念, 他是一個魔法少女的概念, 即是如果是他, 他會變成魔女這個問題, 即是他是不是自己殺死自己, 而如果他自己殺死自己之後, 那這個概念是不是消失了呢? 因為法則是現在過去未來, 現在他變成魔女也好, 將來的魔女也會被他消滅, 即是沒有變的, 即是法則應該說, 我這樣理解吧, 法則是建造了出來的, 即是建造了法則出來的, 即是變成魔女, 自己殺死自己也好, 那法則現都會在, 因為本身沒有抵觸, 如果你會自己變成魔女, 你也對的, 應該說, 願望的力量, 不是取決於他們魔法少女存在與否, 而是當達成了願望, 就好像藍毛那位, 那個拉小頭人那位, 男生也是, 他死了, 他的手依然是可以沒事的, 而且是一次性的, 即是願望應該是, 不會持續性, 很老實說, 麻美學者當時, 他的原則說, 我要生存, 如果那個願望是持續性, 他一定永遠不用死的, 對不對? 但實際上, 他最終是被人咬了頭, 爆了一個榮, 死了, 所以應該是一次性的, 出來之後, 就已經沒有那個聯繫了, 就算你那個本體死了, 你變成魔女也好, 除非麻美學者, 他那個時候, 我要永生, 即是他買奇怪的願望, 我都沒有, 我要不死之生, HOMOCLUSU, 那他報魔女很麻煩, 不死之生的話, 可能不夠用的, 他的因果關係不夠用, 不知道啊, 這件事, 在我們不知道的這些, 只不過是我們假著性的願望, 只不過是, 可能只是我想要電蛋糕, 你不知道而已, 他要一杯紅茶, 他喝完紅茶, 嗯, 接著就說, 小艷, 接著就, HOMO, HOMO, 對了, 應該是魔法少女小艷, 剛才你剛剛第一次說到這個, 絕對是, 為什麼呢? 其實看他的loop, 不是這樣說, 整套東西, 最多的東西, 最實在的, 應該是HOMO那才對的, 是, 因為至於他, 故事中心, 他解釋了一切設定, 他好像氣氛最重要, 也是, 真的氣氛最多是他, 你甚至可以這麼說, 整套東西, 搞了這麼大堆頭出來, 其實是, 很大誠因是因為他, 如果不是因為他這樣loop, 這個, 誰會這麼厲害呢? 他才是指振勇者來的, 當然, 你說QB一定有殺人, 他不過來的話, 大家沒事發生, 但是QB過來之後, 都要你肯loop, 他才會有殺人, 才會厲害, 對不對? 所以, 其實他也是屬於勇者之一來的, 應該這樣說, 還有, 或者這樣說, 我覺得始終這套電影, 動畫裏面, 其他四個魔法少女,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有很多事情, 他自然不知道, 南美那些, 他根本不知後不知後就死了, 馬美是叫做什麼呢? 他覺得自己成為魔法少女, 而自豪, 而南美那些, 不用說了, 那些擺明是, 南美那些, 正義感過強, 正義感過強, 而, 你說, 紅毛也可以說他有, 不過, 他的信念, 他想做的事已經完成了, 但是, 或者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你說, 你說, 完成了之後, 就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 唯獨, 我只是看到, 康毛蘭是很明確的目標, 就是我要拯救這個小元, 你不要問, 為什麼這麼白猴, 這個不是問題, 總之, 他要拯救, 所以, 因為他的願望, 所以, 令到整件事就發生成這樣, 所以, 為什麼我說, 這個是魔法少女小元, 因為這個故事, 是圍繞著他發生的, 絕對合理的, 當然, 剛才說到, 小燕, 康毛蘭的能力, 其實是有限的, 其實他知道, 通常都是靠火箭炮, 什麼炮, 什麼油車, 其實, 講起這個問題, 其實, 大家不知道, 會不會知道, 因為小燕, 講過他的能力, 只要不送他的手, 就可以跟他一起, 享用這個時間, 不會停的能力, 但是, 在最後一集, 如果小燕, 我明白, 是營造環境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北, 其實是一個, 小燕射火箭炮, 射出來那一刻, 不應該會有一段, 走到一段距離, 然後才會停的, 一向都正常是這樣的, 我可以解釋給你看, 解釋吧, 請講, 這是一個慣性動力, 雖然說, 小燕, 火箭炮沒有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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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為它射出來, 它受著小燕的時間制的影響, 它會向前走, 但是前一距離之後, 這個時間, 效果消失了, 就會停下來, 沒有的, 你離開了,效果消失了, 就會進入時間干涉的範圍, 就會停下來, 你有沒有留心看到, 它說的捉住人, 是捉住生物, 為什麼不幫助, 就是說, 停止時間之後, 它破壞的東西, 就算你說時間停止了, 你扔一支棍, 都會自己扔在地上, 如果是的, 炮輪一早飛上去, 那怎麼會停下來呢? 因為慣性力量不夠, 就是, 關事, 不關事解釋不到, 你喝一下慣性力量, 都要有時間干涉, 現在時間停下來, 在這裡, 慣性力量是不適用的, 理應上,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 這樣說, 第一件事, 就是, 第一件事, 摸住的東西, 可以時間流動, 是不是包括死物, 應該理論上是包括的, 如果不包括的話, 你連槍都開不了, 你根本扣不到機板, 因為不動的, 因為你扣那幾把, 需要時間的, 它動是需要時間的, 那如果沒有錯, 你摸住那件事, 它是會動的話, 那你扣機板扣到, 那顆火箭棒會出來, 但是, 它會退到在窗口那裡, 即一出來那天, 怎樣呢? 你只要, 偷離窗口, 不是, 你可以說, 因為還在接觸, 你可以說, 當離開窗口那一下, 一mm的距離, 它就會停下來, 小時候一mm的距離, 應該說, 剛剛離開了, 剛剛離開了, 那個距離, 就會停下來, 並不會出現, 不過那個畫面, 是因為漂亮的關係, 就是, 其實這個問題, 一早都有的, 不過, 其實我真的不太對, 我說, 反過來, 其實如果你只要營造它, 很糟的, 很糟的, 這個能力也是, 即是很糟的, 即是很糟的, 即是很少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 但是, 是不離的, 是一個畫面不離的, 是一個力量場面上, 令到畫面出現的不離, 所以其實小艷是, 比想像中更加辛苦的, 其實我覺得, 你說死脈接觸死脈, 即是我們槍管那樣的, 我都不合理,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說, 我那支槍管接觸空氣, 空氣接觸, 他都沒有子彈的, 都可以照計算過, 所以應該就是, 真是像我所說, 開完那支槍之後, 你要整整支槍管突出來, 之後再開一槍, 整整支槍管突出來, 這是這樣才對的, 對的, 都對這個, 理論上是對的, 所以阿達做出來, 是很醜的, 是很醜的, 你明白嗎? 怎麼可以接槍呢? 沒有啊, 令他們射擊, 射完之後, 然後再塗一點, 正常來說, 令他們射擊當然是可以的, 即是時間停了, 走到他面前, 硬射射一彈, 然後才走, 又走到十幾米左右, 為什麼硬射射? 在他的面射, 對著他的面射, 真的, OK, 不過, 你只可以這樣說, 其實, 開頭我覺得, 阿燕其實是想, 因為其實, 如果他抓住一個魔法少女的話, 我想是很容易解決一件事, 其實是, 只要追過魔法少女, 總之有些什麼特殊, 找到一個適合能力的話, 其實我想魔女之事, 她是可以解決的, 其實是, 正常理解, 一個時間操控者, 是在屈機上不客, 不客, 不客, 其實是, 是神經病的, 他不是實戰型, 是輔助營的面子, 不是啊, 所以, 最初他答應, 紅毛說幫他的話, 其實我覺得, 你想想之後, 是合理的, 其實, 他找到紅毛幫忙, 其實, 或者真的有機會可以做過, 做過那些, 即是, 你說是, 這件事就不理解, 涉及到, 為何, 阿燕, 等紅毛想犧牲的時候, 他會這麼順暢眼雞的問題, 紅毛的犧牲本身, 都很奇怪, 這個, 這個, 講他那時候, 但是, 你說, 如果說回, 那件事就, 我想說, 你說到時間操控者, 已經是極度屈機的, 你已經是, 就算你說副座是角色, 他拿槍拿火箭炮, 你也打死你, 還有, 一般來說, 你對著對手, 除非你真的太屈機, 大防衛破殺, 金譜, 你不會先輸, 你打不贏他, 你不會先輸, 你肯定走得快去, 正常應該這樣算是, 但是, 其實, 我有想過, 阿艷的魔女應該都會消耗的, 應該都是, 會, 會消耗的, 他應該有很多時候, 他有打普通魔女, 收集一些, 我真的有打怪的, 其實, 講來做什麼鬼, 你都知道的, 這些我覺得可以散略, 講來做什麼的, 就是, 不同威風一點, 他時間停止, 分到打到的, 一般魔女不是什麼問題, 只是暫時而已, 那, 最終就, 叫做什麼啦, 成為一個, 只有他一個, 知道小玄存在的人, 然後, 就開了一個茶會, 其他幾位魔女, 就聽他解釋這件事, 海貓的, 慣例, 不要理, 然後, 最後不得不提, 應該是最後那一幕, 小燕的, 月光碟來的, 那個應該再提一提, 小玄改變了法則之後, 那個世界不同了, 就變成要打魔獸, 打魔獸了, 可能魔獸的解釋,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那樣東西, 我這個就不知道, 但, 就算是又好, 不是又好, 總之就是說, 結果不同了, 不需要打魔女, 要打魔獸, 扔魔獸過來, 給你打, 那個原理有差, 因為其實, 這個叫做什麼呢, 小元, 他的願望, 跟宇宙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宇宙的能量, 都是需要修補的, 所以這個設定是合理的, 這個設定是非常, 那樣東西, 也想得很收到, 我變成要打魔獸, 而魔法少女, 當, 失去了, 叫做, 魔力之後, 還是, 那些東西之後, 就會消失, 會被人忘記, 應該是不是會被人忘記? 應該不會, 死了而已, 你見生日假假, 死了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 那些人還記得他, 那些人還記得他, 為什麼要死,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會失蹤, 總之整個肉體會消失, 形象化會消失了, 形象化會消失了, 那叫做, 那叫做好一點, 不用變魔女, 因為, 其實魔女兩人, 因視到說, 許個願是希望, 而魔女本身是絕望, 所以其實, 小元這件事, 是推翻了平衡, 你可以許到希望之餘, 你不需要面對絕望, 你只是面對死亡, 其實, 但是, 你想想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自私, 那當然是自私, 或者這麼說, 我覺得, 那個絕望, 是由小元承受了, 你這樣說, 我會這樣理解, 但是, 你說自不自私, 沒有的, 作為魔法少女, 其實通常都是自私的, 你看一下, 拉落下, 什麼時候用跑軍人的時候, 會考慮, 別人的感受, 發色浪漠, 從來沒有這樣的事, 他會的, 你沒有死的話, 從來他都軍不死人, 我都不明白, 你不要問了, 但是, 最後就, 最後那一幕, 我覺得其實, 有少少多疑, 小燕那一幕, 那些那一幕, 真的有些多疑, 喜不喜不喜不喜, 思考一下, 有人做續集而已, 拿來, 原來, 一看那些人, 就覺得, 壞掉樣子, 但是, 壞掉之後, 又不知道, 噴熱干碟, 有些, 因為, 給你的感覺很奇怪, 當然, 你可以很正面, 說, 在戰鬥繼續下去, 你這樣沒有發笑, 你全說不完, 但是, 喂大哥, 那裡是荒野來的, 那些音樂, 那麼鬼死鬼異, 你覺得, 那樣子, 都不止是我官爺來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那一幕, 我純粹給別人, 你幻想一下, 叫做什麼, 虛演員都習慣你, 慣常有這些東西, 最後都要不得善中, 對呀, 哪有些東西給你, 難得寫一個true end出來, 當然要, 當然要, 沒有人受罪呀, 當然要給一些損的, 當然要給人氣最高的, 受罪呀, 好啦, 那我們跟著說, 然後說誰呀, Saga, Saga, 算都行, 和虹毛, 其實三個, 我覺得氣氛差不遠, 虹毛可能還少一點, 虹毛OP出了, 其實他們兩個, 虹毛跟他應該一起說, 他們兩個, 其實兩個是一個互為的關係, 是一個, 青毛不做魔法魔女的話, 阿荷毛不做魔法魔女, 還沒有魔法魔女, 沒屈笑了, 好, 你可以說, Saga, 其實, 其實是一個信念正確的, 一個正確的信念態度, 他是一個, 不過他表現出來, 最終和最終的, 令人覺得他喜歡, 真正確的, 我覺得是, 或者這樣說, 可能他方向正確, 但他想的事情是太負面的, 要想很多事情, 就是想起, 其實很老實說, 橫子, 即是說, 熊毛, 他本身處於那個情況, 和南毛是有比較的, 大家其實, 出現的問題, 都是差不多, 但是, 南毛他選擇的方向, 就是說, 很消極他面對, 面對朋友去關心他的時候, 他有岸然相向, 那你說和熊毛, 你說熊毛可以, 他本身是, 很自我, 自我感覺良好的, 即是說, 我自己做什麼, 我自己吃東西, 偷東西吃, 你可以說他做得不對, 但是他可以放開這件事, 至少他心理質素, 他可以調整得到, 但是, 南毛是做不到這件事, 你一看他出來惹襲, 就馬上壞掉了, 嗯, 現在他幫他的精神上面, 可以成熟到最好, 我覺得, 與成熟度是無關的, 應該, 應該, 我覺得, 不可以用一種痛苦, 去, 作為一個, 一種痛苦, 帶來的痛苦的, 指數, 去做一個基準, 一個人, 究竟可以承受多少, 定義那個人是堅強, 還是不堅強的, 這件事是不能夠做到的, 所以, 我覺得他負面, 其實, 你說最終他, 是他自己壞掉的, 大頭, 只不過是一個他的選擇, 但是, 我覺得, 不可以質疑, 是說, 為什麼他壞掉, 就是因為, 他不夠, 他自己受不住, 這些, 其實, 愚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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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 所以, 痛苦的量度, 你又知道我成熟, 可能, 解一多我就會, 那些人, 痛苦的程度是不相同的, 不准相同的, 這件事其實是, 你可以說是, 所以, 反而是, 只可以說, 最終, 阿西亞, 他是選擇了, 這樣走, 這樣走, 這個決定, 其實他沒有選擇的, 他沒有回頭, 應該說, 他最後, 基本上那一集, 你可以說他那些, 對好朋友, 外言相向, 或者, 怎樣去面對這件事, 他是可以選擇的, 縱使他帶來這個, 他還可以在這個結局的姿勢裡面, 再選擇, 但你記起, 其實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知道, 這樣做是不好的, 你會發覺, 他鬧完小園之後, 他都後悔, 為何會這樣說話, 他知道的大問題, 他做不到出來, 你這樣說, 當然, 你可以說, 每個人不同, 但在我的立場, 我覺得, 和失憶得數是有些關係的, 嗯, 那你說, 跟著, 最終, 就是, 就是, 他是第一個, 在雜數裡面, 第一個由魔法少女, 變成魔女的, 應該都是唯一一個的, 對不對, 小圓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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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圓已經在他之前的, 如果計算了, 那這個時空族來計算了吧, OK, 很難關的, 那, 最終變成, 就是, 你可以說, 其實, 恨子那樣東西, 不過, 其實, 我覺得, 恨子救他, 是, 對我的解讀而言, 我覺得是合理的, 就算, 哪怕是犧牲自己, 反而是小圓那一刻, 我覺得是, 小圓說, 噢, 你死了, 拜拜, 不是, 小圓說過他不信任何人, 他不信任何人, 他不信任何人, 不是, 老實說, 以一個利益層面, 他是為了救小圓的話, 以他一個這麼利己, 小圓也是利己主義者, 他只有一個, 我都會抓你走, 不是, 因為, 你回憶一下, 他之前也有一次, 整群殺群, 結果, 除了報仇, 搞亂整個局, 如果是, 他一開始沒有必要跟恨子合作, 他趕, 他趕, 他趕不夠膽, 一定找個幫忙, 對, 那這就是, 最後, 為何他要死, 你不阻他, 或者你不抓走他, 你明不明, 小圓的最終, 他任務的目標, 是救小圓, 他跟他有關, 他救小圓, 他跟恨子合作, 原因就是, 恨子有, 在這麼多的路線裏面, 恨子, 是一個可以捱到魔女之夜, 那時候, 都經常都不會死的一個人, 還有他的力量, 心敲傷的事情, 總之, 如果他是因為這個人, 就是合作, 最後打魔女之夜, 其實他是丟好了, 那, 因為這個原因, 那為何小圓要去做這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 他想打下魔女之夜的魔女, 令到小圓成為魔法少女, 去過了這一天他, 那如果是的話, 當恨子說, 嗯, 我已經犧牲自己了, 然後小圓更好主題說, 噢, 你去死吧, 好啊, 是不合理的, 反而不是恨子, 因為恨子, 其實你可以說, 恨子, 他對著阿西亞, 就是, 就像剛才魔女所說, 他們的經歷是, 類似的, 不過, 我其實, 我對恨子的死, 我覺得是有保留, 當然, 我每個人的看法不同, 但是, 恨子想再一次相信, 希望, 因為他被小圓, 叫做什麼呢, 被小圓的鬼論, 應該被他騙了, 說, 應該是要相信多一次, 但是他死了, 你可以說, 對著說, 你要, 他想再次相信一次, 希望沒有問題, 因為, 很多魔鬼小女那些拳圓, 都叫得醒他, 我覺得沒有問題, 希望你去找他, 都絕對沒有問題, 你最多只要說理想化的東西, 但是, 問題是, 叫不醒他, 為何你不走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我想不到一個, 絕對的理由, 令我信服, 就是他為何要死, 其實他沒有必要死, 就是, 你生死你, 中生再起, 有一條好況的意思, 你根本, 我想不到什麼理由, 他要死, 就算你說, 可能那些什麼, 面對不到的事情, 會不會那個信服力, 因為他一直以來都沒有說過, 他面對不到, 原來自己的靈魂被人抽出來, 那些東西, 即是, 沒有提過這件事, 他好像都不知道, 那時候已經知道了, 那時候已經知道了, 就算你說, 他因為這個原因死, 我覺得都, 你叫有個原因給我, 但是你根本沒有強調這件事, 那我真的不知道你為何而死, 即是, 你跟生日假的關係, 是不是日日好得那麼多呢, 就算說, 同病相連, 大家有同理心都好, 我不會為一個同理心的人, 無端的死, 這件事很不合理的, 你說拯救他, 我覺得是絕對合理的, 為一個希望而死, 你出去說是他, 一直以來, 但是他可以不死的, 即是那一刻, 你叫他不用走, 現在不能走的嗎, 如果康姆蘭在這裏, 帶幾個人走就走到了, 對不對, 那你是要封死自己的, 沒辦法, 因為一直以來, 恆子, 他恆子都很理性, 即是, 他不像有些那麼衝動, 那麼魯莽的, 但是, 很理己, 應該說, 很理己主義者, 以自己為出發地, 不是很理性, 他一點都不理性, 很理性還是理己, 你不明白, 但是, 你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他發俠地看著自爆什麼事, 但之前的劇情完全沒有拉爛過, 真的, 我真的覺得最差的, 就是這兩個, 他硬要把這兩個角色拉上關係, 但其實, 我可以說出一個關係, 但我不覺得有多深密, 即是, 我看得到, 但是, 有些事情都要時間, 你多多少少給出來的, 你第一集都還跟他打打架, 第二集已經和解, 第三集已經為他死了, 你做什麼? 一次三, 兩次熟, 三次大結局, 沒有聽過嗎? 嘩, 我真的, 我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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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我想是, 很個人的, 感受, 覺得這件事這樣, 為之是無理, 嗯, 也很難評論, 誰對誰錯了, 我覺得這件事, 嗯, 最後, 我們當然要說, 第三集就關我柴, 然後被人無限復活, 再要死的, 學者啦, 發尾啦, 非劇, 啊, 最終他好像不想死, 最終死了, 啊, 多好啊, 這樣也有得翻盤, 哈哈, 就是你說, 本身你說麻美的存在, 就不是, 因為其實, 他的人氣是, 而是他被人吃頭過一幕, 其實是, 嗯, 因爲, 講落的攻擊是大的, 當然你可以說, 講落重新定義了這套東西, 本身的本質, 是啊, 沒錯, 但他未死前人氣都很高的, 而且, 另一件事, 我想, 麻美他本身出場的意義, 是很大的, 在這麼多角色之中, 當然, 你說, 有康姆娜, 這些是, 劇情推進, 但是, 我覺得麻美這件事, 即是說, 本質, 是的, 剛才所說的本質, 以及他定義, 究竟本身那個魔鬼少女是怎樣的樣子, 因為如果你不定義,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魔鬼少女做什麼, 大家就當這個, 那樣看, 但當你做了麻美學生, 看出來, 你便發覺, 其實這套魔鬼少女就不是你想不理會, 嗯, 但是, 我, 其實, 這個, 麻美復會, 就是麻美復會, 最後有出來查會那件事, 我不知道是, 它是屬於另一個世界復, 因為其實, 那個, 我覺得是, 這個二世代真是叫做死後查會, 即是像是無害貓那件事, 因為那件事, 我根本找不到什麼位置, 聯繫得到, 因為, 沒有理, 應該說, 在那個故事裏面, 應該說, 在第五次輪迴, 你可以說, 那個故事, 小元, 升格, 升格了之後, 那個特色, 不會因為這樣, 令到麻美學者復活的, 令到麻美學者不見了, 其實是, 他的死都是必然的, 那你, 究竟, 那個查會那件事, 那個故事, 不是喔, 但又要這樣說, 因為最後一次, 為什麼說, 學者可以一定, 有機會不用死呢, 因為麻美學者死在魔女手上, 如果魔女不存在的話, 他會不會死在魔女手上呢? 不是, 但你沒有魔女, 多一些光頭鹿嘛, 是啊, 那不一定死在魔女手上, 即是, 你和人家打怪, 你不打怪, 就不會死, 小元是修正了, 死後不會變成魔女, 但是, 如果法則上是下來取代的話, 那就是, 麻美學者的死都是必然, 而他只不過是被魔獸殺死, 不過, 可能不是真的受死, 應該不是現在死, 你可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死, 那一定會死的, 但是,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死, 我會這樣理解, 因為, 如果你說, 說到, 帶回到剛才的小元的願望問題, 我覺得是重構過世大, 整個世界重構過, 不是說, 時光倒流, 而是說, 將每一個部分, 有魔法少女, 會變成魔女的部分, 全部重構過, 當執了那麼多東西, 跟著, 形成那個新世界, 成現在的世界, 應該是這樣, 所以, 如果你說世界有個巨變, 不像現在的樣子, 是很正常的, 但是, 反正反應, 始終沒有比例, 他叫做什麼呢, 他修正多過時間軸, 他修正了, 多過時間點, 不是時間軸, 多過時間點, 他修正了, 而修正的時候, 他裏面發生的那些, 之中的因果關係, 他會有些東西, 會自動補足, 因為, 小元只是修正了一個, 一個的規矩, 而其他規矩, 會補足這個條件, 而魔獸這件事, 先形成了魔獸這件事, 就是, 魔獸取代了魔女, 所以, 如果法則上, 當然, 很難猜的, 這件事, 為之這樣解讀, 我覺得, 在小艷, 看到, 回到那個世界裏面, 他擲著, 屍帶的輪迴裏面, 學者應該都是死了的, 但是, 在戰鬥那裏, 就看過你死了, 你看到他最後一集, 因為, 我覺得那個, 是多時間軸裏面, 應該說是每個時間軸裏面的, 小艷, 因為每個時間軸裏面的小艷, 都會, 共享到, 他們認識小緣, 而他們也會共享到, 小緣, 成為了法則, 而, 那幾個時間, 因為之前, 我記得輪迴裏面, 有幾次都是什麼, 學者都是沒有死的, 最後, 不知道, 我記得, 有一個輪迴, 是可以捱到最後的, 不好玩, 一周目, 記得, 死了, 但如果沒有魔女的話, 他就不用用魔女的東西死了, 即是, 他們在打之前, 即是, 他們還沒開始打魔女的, 即是, 你這樣說, 死不死呢, 這些東西就沒有絕對性, 那當然, 你不要, 質疑他一定會死, 只知道他會死, 但問題是他, 可能, 應該說, 這個麻美, 在整個世界系統裡面, 就太微笑了, 他的死, 根本就不促成一個輪迴, 很灰呀, 即是, 他只是一個細緻, 他死不死是不重要的, 這樣就解決了, 原來超過罪, 他死了, 死了嗎, 輸了嗎, 沒得爭, 那理論上, 整個故事裡面, 人馬克話就固然是相當不錯, 人馬克話方面, 你可以說,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擔當的位置, 而在劇情部份裡面, 都有一些可以產生的效果, 而且人馬克話也不多, 你可以說是, 那這些應該是少角色一點, 應該是, 你十三有十三角色, 我不知怎樣寫, 你說最多的就是魔女, 然後再說的就是, 魔女那些, 你不記得她的, 我忘記她的, 你記得她是甚麼樣子, 雖然是有很多, 有很多設定的東西, 那些就不說了, 那些東西就說得來, 都不知道多少點了, 這套東西, 很明顯是做過很多功課的, 有很多東西, 你是考究, 當然是考究出來的, 大問題, 對於我們一般的消息文來說, 我是看不明白的, 有些事情, 即使你不明白那些考究, 不明白都沒有意義, 應該是明了都沒有意義的, 其實是, 明了過半一點的, 你會覺得, 挺過癮的, 但你就算不明白, 其實就, 另一回事, 我覺得, 你投票集打, 就是, 奇怪一點的, 我覺得我不是很會欣賞的, 但之後, 他真的偏向, 有些戰鬥場面看, 就好看很多, 而你說, 應該是前面那些, 應該是設定那些東西, 我略為有研究過, 他只不過是套用那個, 即是套用那個設定, 而令到他的攻擊模式, 即是, 他滲入他的攻擊模式裡面, 其實只不過是, 跟他的攻擊模式, 有關係的, 你可以說, 即是, 他究竟是有什麼變成, 或者是, 他對這個世界有什麼影響,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不過當然你說, 都是剛才這麼說, 做過很多功課, 而這樣融入去, 沒有問題的, 你不是融入得怪異, 就沒有問題的, 這些東西, 當然你要接受到那些魔女的, 奇怪的行動模式, 所以, 最硬前一亮的, 一定是這個, 西雅教對這個恨子過場, 最後一場, 這個Honar, Honar單挑, 最後魔女都可以的, 效果都很漂亮, 但是, 魔女對魔女那場, 我打完, 嘩,厲害了, 這場戰鬥, 我覺得是健攻力的, 真的是健攻力, 人家都是用刀五槍, 你說魔法少女, 他們根本不會出魔法的, 武刀沒有槍, 但是打得那些分鏡, 做得很漂亮, 李子恨子紅, Sarga打了場, 是啊, 我對比當年, 這個同期出的魔法禁仙武陸, 嘩嘩, 沒有得比, 這兩道, 算了, 今季還有一套, 已經接近跟道的, 明白, 明白, 那些動作我知道的, 我看到的, 嘩, 簡直, 嗯, 我們結論跟先講, 完花再講, 那套東西, 我覺得屎魔, 比較奇怪, 屎魔, 屎魔其實是不是說, 是魔女分拆出來的東西, 還是, 是小竹, 可能, 但是小竹可以變魔女, 那你小竹立功立得多, 都會變魔女, 不是, 他那個系統, 他好像說, 有什麼小竹也好, 我不管他屎魔也好, 還是魔女也好, 都是要靠別人類, 不知道什麼衛生的, 那就是, 可能裡面有個系統, 但是他沒有好詳食, 其實都不用, 你當是小竹就行了, 你很合理, 一個魔女, 魔一下少女, 就變魔女, 如果是這樣被人討伐了, 就是沒有了, 所以要有一個環境, 不停在那裡, 新生魔女, 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四個, 這樣才夠數, 撐起魔法少女生存, 他一想, 立即想起魔法少女, 就是土伐了, 好有趣, 那是土伐的, 最後, 去到最後, OP同意一點, 或者星9表現, OP, OP是很對他的主題, 是的,OP是對他的主題, 反過來看, 你覺得是完全一樣的, 非常之好, 開頭有人看過, 就發現OP 不對劇情, 會搞錯, 怎麼會不對的, 原來是這樣的原理, 其實這套東西最不幸的, 不幸的人, 其實是創始者, 其實, 被人騙得最大的, 是創始者, 我相信, 這樣都中槍, 不要讓我說, 許演員當然肯定, 鎮顯自己的功架, 肯定是摸下我手來的, 這個人, 新房本身, 我覺得他背這套東西, 那個效果做出來, 都是很漂亮的, 這個我覺得也是, 虛冤, 虛冤是主謀, 那當然啦, 新房是幫匡, 受害真是創雪, 中了槍, 虛冤就去洋裝囉, 好厲害, 至於OP ending, 還有音樂都是逢尾遊記, 其實, 走回那個風格, 一樣的風格, 我覺得反而, 你說配這些, 這麼多考究的東西, 這麼多奇怪的風情, 歐慧神話, 或者是比較, 應該比較, 而且, 應該叫做什麼, 灰暗, 負面的方面, 音樂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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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組合是真的, 當年一開始看的時候, 就覺得很悶悶, 但我其實有機會, 覺得會怕中雷, 結果發現, 沒有中雷就更加好, 都是雷了的, 都是雷了你們, 其實, 是倉樹來的, 倉樹中槍的, 最終結局方面, 叫做成為神, 我想, 最後一個討論, 成為神, 是否一個唯一的解讀方法呢, 可以是, 大家, 當然你說, 這個是選擇性的問題, 最終, 阿虛院選擇了這種, 這種形式, 去結局, 愛之戰士, 希望, 給你們一個, 比較好小的2N, 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的N, 一定不是這樣的, 可能, 日本地震了, 我覺得是黑的, 最後一個N, 其實是, 要衝衝起, 所以就改了結局去, 應該是這樣的, 都懂得玩的, 都懂得玩的, 我覺得, 有可能有機會, 或者, after story, 劇場版, 其實你是不是說, 這個我真的覺得, 只是兩人說, 只是true end, 真的, 我猜不猜, 我都覺得很難說, 魔法少女, 她打到最後, 會因為好盡能量而死, 其實, 其實, 也是算是N來的, 只是說, 原本要變魔女, 打你10拳, 現在, 只需要死, 打你3拳, 沒那麼痛, 其實都是打了你的, 所以其實, 我一向都覺得, 這個結局, 不是好的, 都是true end, 都是黑的, 我覺得這個結局, 都是黑的, 說虛遠, 你很難試, 一個這麼黑不透的結局, 大家知道, 就是虛遠告訴你, 不要再找我, 不要再找我, 我寫任何光明向的東西, 任何光明向的東西, 在我手上都是黑的, 都是蒼樹, 蒼樹, 他能夠來到蒼樹, 都黑了, 臉都黑了, 最後, 聲優, 我也是講一句, 我也是喜歡這個, 鑽良千和, 我也是, 這個我認同, 喜多川的表現, 其實不是太多, 雖然他有黑化那些東西, 但可能我聽太多, 我想其實, 最輕鬆是家庭英美利, 他只是QE, 他沒有感情, 最重要是他不需要有感情, 所以我覺得, 在這部電影裡, 最少的那個, 反而是他, 但是, 聽回家庭英美利, 這麼久以來, 他很少用這個聲音來做, 都算是一種有趣的突破, 應該說, 他不會有海洋粉, 因為你沒有感情起伏, 就算你用這種聲調的話, 我這樣說, 這個禽獸版的, 八九千, 什麼千代, 泰瑪魚那個, 那個豆釘, 我忘記做什麼, 八九至真燒, 對了, 禽獸版的八九至真燒, 就是這把聲音, 想不到才算, 我放棄思考, 最終這套, 真的可以算是, 2011年的, 暫時來說, 當然, 半年而已, 暫時來說, 最好的其中一套, 就是, 在我裡面, 我之後排名的, 就是順豐, 還有, 金桂泰, 還有什麼, 好, 對了, 今天就到這裡, 有什麼不戰呢, 應該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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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一個解釋的, 解釋光向, 我們對這套, 都是評價相當高的, 就是, 終於這一年裡面, 我終於都說, 啊, 原創台頭了, 終於到, 再開始台頭了, 不是Star Driver嗎? 好, 以來聲, 以來聲都來頭的, 大家都認識他的, 能夠造成風潮的, 都能夠, 不錯, 買得不太好點的, 你不要說, 嗯, 那些歌都不, 那些碟都賣得不錯的, 當然, 那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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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隻都OK的, 幾隻都賣得不錯的, 我看過蕭良都, 不錯啦, 對了, 那不是這裡, 已經完成了, 已經成為過去的, 好, 嗯, 期待一下, 下一季, 究竟有沒有什麼, 能夠令我們喜出望外, 雖然就, 有多少難度的, 今年就, 今季就有少少少, 喜出望外, 好難的, 看了差不多了, 嗯, 今天到這裡先,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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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拜, 今天到這裡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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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